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沉淀来的 梁启超曾说 只有真正的努力才可不厌不倦 天上不会掉馅饼 能力不够 福气自然不会往你身边凑 这几年我不断思考 我在过去得到了什么 使我的生活幸福一点 我在未来还可以为什么去奋斗 能使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喜欢喝茶 一定要远离这三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心理学上有个理论 叫吸引力法则 通俗地说 就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与什么人为友 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的朋友圈决定了他的特质 反过来也是 一个人的特质决定了 他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圈 长期喝茶的人 兼具朴素 不争等品质 也许各自有不同的圈子 但有三个圈子 最好不要深交 所谓时尚的圈子 任何圈子都有它的特性 而喝茶的人 注定很难混进 所谓时尚的圈子 以前说到时尚 是指时心的风尚 现在味道变了 变成了年轻 潮流 奢侈 名牌的代名词 新的含义 让时尚变得狭隘 这样的时尚 也是爱茶之人 所不喜欢 不愿意混的 喝茶所追崇的美丽 应该是内心的那份朴素 与沉静 正如法国作家莫罗瓦所说 最朴素的 往往是最华丽的 最简单的 往往是最时髦 素装淡抹 常常胜过 浓妆艳福 有一位花家 曾告诉林清玄 几乎是所有的白花 都很香 越是颜色艳丽的花 越是缺乏芬芳 由此林清玄得出一个结论 人也是一样 越朴素单纯的人 越有内在的芳香 深以为然 所谓茶香 也是如此 茶叶经过复杂的工序后 呈现出来的 往往是最真实 朴素的味道 比做成奶茶之类 要纯粹得多 也许纯粹的味道 够不着所谓 时尚的标签 正如喜欢喝茶的人 追求的 也不是肤浅的 时尚一样 乔布斯这位 被誉为神一样的男人 始终过着修道士 一样的生活 参禅 冥想 如素 十年如一日地 穿着黑色T恤 搭配牛仔裤 他的居所 更是简单到 只容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 一盏桌灯 一把椅子 和一张床 几乎家徒四壁 有时候朋友 去到他家里吃饭 还得自带催俱 正是通过这种 断舍离的朴素生活 让乔布斯 得以将全部精力 用于梦想追求 最终 他通过一只 咬了一口的苹果 创造出世界性奇迹 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世路无穷 劳生有限 如果你心怀梦想 最好将生活 山凡就简 以梦为马 全力以赴 即便你甘于平凡 也不妨 反谱归真 简单生活 正如白洛美所言 日子 原该这样 朴素无华的 正是时间 左右了我们太多 才给我们 闯荡江湖的勇气 给了我们 踏遍河山的决心 喝茶的人 不混时尚的圈子 因为在朴素的茶里 他们已经品出了 人生的真味 清楚真正的美 不是外在的时尚 而是内心的丰满 不懂生活的圈子 司马迁讲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名与力 能消百般忧愁 名与力 也能带来 万般苦恼 钱这东西 少了不顶用 多了太疲惫 适当就好 钱可以储存 而时间 不能储存 你怎么花时间 决定了 你一生的生活质量 一个追名逐利的人 无论赚到 再多的钱 都不会懂得 什么是生活 只有那些参悟的人 才明白 人生就是一架天平 名利多了 生活就少了 要想懂得生活 就必然要在名利上 点到为止 给生活 腾点缝隙 喝茶的人 注重生活的质量 在乎内心感受 故而 他们往往更不喜欢 跟只讲名利的圈子 混一块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道 交流潮于山林 不过一只 燕鼠隐和 不过满腹 人生能赚的钱 是无限的 但日常生活所需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劳碌之后 给自己腾点空间 远离喧嚣 手机调成静音 静静煮上一壶茶 有三五加油的话 更不妨邀约 一起讲些 与名利不沾边的废话 拾花弄草 养猫斗狗 闲坐几个小时 这种看似 没有价值的聚会 才是人心接受的滋味 一千多年前 苏氏被贬黄州 与四周友人留欠书 共游南山 游以料菜 心森等野菜相待 苏氏品尝后 举珠盖探 人间有味 是清欢 苏氏一生 坎坷波折 仕途 急起急落 在尝尽人生 无味之后 他终于误得 人间有味 是清欢 清欢之所以好 是因为 他对生活的超义 不讲究物质的条件 只讲究心灵的品味 反普归真 让生命 回归最舒适的状态 我们曾如此 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 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 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 毫无关系 人间最有味的 就是这清淡的欢愉 生活简单就迷人 人心简单就幸福 人生在世 钱是要赚的 但生活的滋味 不能丢 一个只有名利 没有人情味的圈子 不值得 喝茶人的投入 谈论是非的圈子 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世间永远有 那么一类人 以搬弄是非为趣 传播流言蜚语 时刻在寻找 新鲜的话题 没有话题 会制造话题 与这样的人聊天 就像面对一只 肥头绿苍蝇 在你耳边嗡嗡直叫 一群搬弄是非者 就是一群绿苍蝇 没有人喜欢跟苍蝇为伍 喝茶的人也不例外 越喜欢喝茶的人 越喜欢安静 而谈论是非的圈子 与他们天然相反 容不尽 也不想容紧 喝茶人 首先喜欢安静 其次是有三五知己 在外圈 是几个优秀的圈子 杯小茶认为 品茶就是偷得 辅生半日闲 在繁忙的俗世里 堂出来的片刻机遇时间 这些时间 不该放在 谈论是非的人身上 是非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泡一壶茶 关上门 远离喧嚣 远离那些 搬弄是非的人 世间也就跟着清静了 子曰 与善人居 如入知蓝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即与之话矣 与不善人居 如入鲍鱼之事 久而不闻其臭 亦语之话矣 与什么人相处久了 你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虽然人生 难免要跟三教九流 各种人接触 但空余时间 一定要远离这三种人 宁可三五 绝不违和 宁可独处 绝不凑合 有茶陪伴的日子 圈子小点 也没关系 舒服就好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